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十章 第十章也是一个我经常拿来说事的一个内容 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个人叫载宇 载宇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而且是孔子学生当中挺厉害的一个学生 他的字叫子我 这个人的名和字都是我的意思 对不对 宇和我都是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载宇自子我 有时候你看到里边有个人叫载我 也是他 载我不是说一个人要求你把他给载掉 他就是载宇 那这个故事讲什么呢 这一章讲什么呢 他说载宇昼寝 什么叫昼寝 就是大白天睡觉 你知道在古代的人 他叫日生而作 日落而息 对不对 就是太阳出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还有闹钟 电灯 这东西都没有 他是怎么样去判断我今天该起来工作了 该起来学习了 该起来活动了 就是靠太阳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对不对 爬上了山坡就该唱歌了 然后太阳下去了 我就去休息了 去睡觉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个载宇 结果在太阳出来了的时候 大白天 他在家里睡觉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放弃了 这个自我的进步 自我的成长 而且载宇这个人在孔能当中以什么著称呢 以言语著称 就是载宇是一个特别有口才 特别会说的人 这是一个口才大师 对吧 是一个最强的演讲家 是一个这样的人 结果这个人咒不勤 你就知道 孔子在后面骂载我 不仅仅是骂他 不好好上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载我 言行不一致 怎么知道呢 我们来看后面孔子怎么骂他 孔子讲了两点 第一点说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强不可乌也 然后说 于云 这个云就是载宇 于云 于何诛 后面这个于是个语气词 第二个这个字 这个字是一个语气词 就下滑线这个字是个语气词 我把它标一下 我们把它读二声读于 于云 于何诛 就是对载宇啊 有什么好骂的呢 这个猪 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重的词了 对吧 拿刀杀叫猪 但是猪在文言文当中表示的是责备 而且一般指的是口上嘴上骂 这个叫猪 责备骂叫猪 我们其实有一个成语里面依然在使用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是哪个成语吗 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成语用猪表示的不是猪杀 而是责备 是什么 这个成语叫做口猪笔伐 大家想想口猪笔伐这个词 就非常清楚的告诉了你猪是什么意思 猪是嘴上骂 对不对 这个猪就是嘴上骂你 所以这个章节里面讲到 载语在大白天睡觉 大家都在学习 大家都在工作 他在睡觉 不思尚尽 对吧 然后孔子就讲了 孔子说 朽木不可雕也 朽木的朽 就是烂掉的意思 朽就是腐烂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词叫腐朽 是吧 朽就是腐 对吗 你们发现这个文言当中啊 经常有一些词语 他们是敬意词 然后被一起捏合到我们的现代文当中来变成了一个词 比如说腐朽 对吧 腐烂 所以腐跟朽跟烂是一个意思 那什么叫朽木呢 就是这个木头从里头烂 这种木头啊 不可雕也 这个雕就是在外面刻花 刻花纹 他说你如果找了刻烂木头 你从一上来就没必要在那边刻花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根里已经烂了 你在外边怎么雕花都没用了 你用不了 你雕的再好用不了 而且你雕不好 他里头是烂掉的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就是 如果你要教育一个人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他要有向好之心啊 你想让他变得更好 对不对 教育不就让人变得更好吗 你想让他变得更好 前提是他想好 他自己不想好 你无论如何没办法让他学好 这就是 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简单来讲叫 朽木不可雕也 我们今天经常用朽木不可雕也来骂人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 朽木不可雕也背后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永远从内部先去解决动力问题 我有时候跟大家聊天 经常会说 你们先去搞定这个小孩的动力问题 没有动力是最可怕的 他自己不想是最可怕的 你跟他讲千言万语 你说你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你难道看到别人 你觉得这个不羞耻吗 对吧 你这个陆陆无为虚度年华 你不悔恨吗 他说我不悔恨 我挺好的 我不想那样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吧 这个木头从里头烂了 你就别在那边使劲了 你的各种技巧都没有意义 朽木不可雕也 就是这句话 所以我们说 要让一个孩子学习好的前提是 他有向好之心 他有向学之心 你说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整天说 我怎么让他学得更好 全白想 想那么多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不想学 他也不想好 你在想怎么让他学好 这是下一步的问题 你连地基都没有 你就不可能去盖上面的楼 那个叫空中楼阁 对不对 你的内里边是腐烂掉的 你外边是叼不出花来的 所以他讲的这句话 叫朽木不可雕也 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粪土之墙不可无也 这个粪土啊 就是指那种 用各种各样的脏乱的这种垃圾 对吧 这个泥土灰 这种东西堆起来的 用这种东西堆起来的墙 不可污也 这个污是粉刷的意思 你是一个粉刷匠 粉刷本领墙 不管怎么粉刷 如果这个墙本身是粪土之墙 那么他一戳就倒 你就别刷了 你刷的再卖力 你本领再强 你超级粉刷匠也没有用 这个叫粪土之墙 不可污影 所以这两个句子 其实讲的同样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 内因是根本 如果你 教育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知道 改变他的关键 是他自己想改变 他都不想改变 你改变不了他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孔子 在论语当中多次强调 如果你劝一个人 但是你发现 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动 不想改 你就别去自取其辱了 对不对 碎事不见 还记得吗 如果他自己心里头 根本就已经打定主意 就不想干了 或者就不接受你这个 你就别去劝了 内因是根本 你人家内因已经确定了 你在外头 这个捂着花的去劝 都没有用 所以他里边讲说 朽木不可雕野 粪土之强不可乌野 后面讲了一句话叫 与与与何诛 对 宰宇啊 有什么好责备的呢 所以讲这句话很明显 宰宇宙寝这件事情 引起了 孔门其他弟子的不爽 大家可能说 老师 你怎么都不骂他 他在家里睡觉 大白天睡觉 不思进去 你怎么不骂他 孔子说 我骂他有用吗 他不想上进 我再骂他有什么用 他不想变好 我再骂他有什么用 我骂他干嘛呢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对 宰宇的 这个很大很大的批评 对不对 非常大的批评 说你自己不想好啊 你自己想浪费生命啊 这没办法 没人救得了你 没人帮得了你 我也不骂你 自己看着办 当然后面这一条呢 就是对宰宇宙寝宇这个事的 又一个评价 就为什么孔子这么生气 除了宰宇不思进取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我们看第二条就能看出来 他说始无于人也 最开始我对人啊 是听其言而信其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只要听他讲 我就会相信他会这么去做 对吧 这是我一开始对人的态度 就人家讲了 我就相信他会做的 他是这么个人 他怎么讲过去 他是什么个人 今无于人也 他说现在呢 我对大家 我对人已经不是这个态度了 我开始是什么态度呢 我叫听其言 我还是听其言 但是我不是信其行 我由信其行变成了观其行 我信不信 我现在先不去下结论 我先看 我先考察 我看看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他说的那个样子 这是我现在对人的态度 我也不是听其言不信其行 我也不是听其言信其行 我是听其言而观其行 我为什么会变呢 与语与改是 说在就是在载语这里呀 我改成了这个样子 我以前的这个这个词 就是这件事情 发生了改变 所以大家知道 是载语的什么 让他发生了改变 载语的什么 让他发生了改变 不是载语睡大觉 让他发生了改变 而是载语睡大觉 这个行为 让孔子不再简简单单的 听其言而信其行 所以背后大家知道 载语除了白天睡觉 还干过什么事 他一定说过话 他的话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要努力上进 类似这种感觉 但是却实际上 大白天睡觉 对不对 所以载语是一个 不但不思进取的人 而且言行不一致的人 言行不一致的人 说是说做是做 所以孔子说 以后看人呢 我也学明白 我也算学聪明了 最开始 就是无是我嘛 最开始我 在别人这里啊 叫听其言信其行 现在我呢 是听其言观其行 说就是在载语的身上 我改变了 我自己以前的行为 我变成了 现在这个 听其言观其行的样子 那是不是载语 让他改的 倒不一定 但是这一条 其实也是对 载语的一个批评 对不对 就是载语就是典型的 言行不一的人 所以这条呢 是孔子对载语的一个评价 载语也是 可以算是 孔子在论语当中 骂的最狠的学生 骂的最狠的学生 因为他这两条 全都踩在了 孔子最讨厌的事上 一个事叫不思进取 不思上进 一个事叫言行不一 对吧 孔子最讨厌的 就是这俩事 结果载语一个人全干了 孔子最讨厌的